两位在客栈躺了半个月 现在该付钱了吧 半个月 付钱 你看我们全身上下 像有钱那样子吗 喂 我主人失业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你们 主人 有对之人进入九人界 为了重的 便会给九人界 重罚失业 只能通过九颗 新失恋 才能练续 九人界 主人 欢迎两位 下次光临 他刚才说 有罪之人 我除了喜欢在路上看美女外 犯什么罪了 妹妹 你能送我回去吗 我还有爹娘要照顾呢 我得回家呀 我 主人 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先通过古星考验 找回你的记忆 相信我 我会保护你的 什么考验 不会要打架吧 我不会打架呀 你们 现在就要去挑战阎王秘境 阎王秘境 是古星失恋的第一关嘛 肯定简单 把你这最好的剑拿出来 给我主人瞧瞧 让我看看你用过的灵斌法宝 我才知道什么适合你 我有驱邪的指幅 算法宝吗 我好像没带出门啊 那家伙是傻子吧 应该是跨界时 导致记忆错乱了 小姑娘还跟他去挑战 不是送死吗 谁再多嘴 主人就算失忆 也能一拳把你们 捶出这颗星球 别捶别捶 私民城内 禁止战绩秘术打盗 那九大判官 时刻监督着呢 你的力量 都被转化在明经脚里了 沉下心 去调动明角之力 明角之力 成功了 好多啊 这小子的法宝真多 要是在我手上 我也能去挑战古兴秘境了 看到了吧小鬼 随便一件法宝 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你太夸张了吧 能不能先低调点 若没有九云界禁止在此 恐怕真能毁天灭地 在九云界法则下 这些法宝只能在古兴秘境中发挥最强灵力 其他时候只能当个普通灵兵 什么 别急嘛 这是瞻邪境 能够提前感应到对自己心怀不轨的任何生物 只要你们从城外取来星界鬼珠的蛛丝 就能炼制完成 我免费送给你们 星界鬼珠 没问题 主人 怎么了 我们什么信息都没大听到 就去打怪挑战 是不是太嚣张了 主人 我们可是禁忌 这些挑战对我们来说 都是小菜一碟 你不相信我吗 什么禁忌 你现在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不想挑战这些东西 我只想回家 我 那我自己去好了 你去哪啊 我自己去挑战 那些女人我也不帮你找了 你自己找去吧 那 那些女人 兄弟 眼福不浅哪 谁想跟你一起 不相信我 居然不相信我 谁啊 走路没张眼啊 呦 这小丫头 长得乖巧 这张嘴倒是破了 哭得这么伤心 不如让我们好好安慰你 放肆 你们竟敢冒犯本禁忌 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没有明经巧 代表灵力最弱的一批修士 敢自称禁忌 你使得出灵力吗 怎 怎么可能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谁 不好意思 我这人看到路上有垃圾 就想踢走 司明城不是禁止打斗吗 不如咱们停战 这么小的明教 还敢出来英雄救美 城内是不允许战绩 秘书打斗 那 没说不能用灵力 主人小心 好强的灵力 完全动不了了 这里的人 怎么一个不可以 这 这 小爷居然这么厉害 一定是神仙看出我天赋一柄 赐我力量来铲肩除恶吧 你还好吧 可以了 我是气灵 不会饿 本来闯荡江湖就不容易 你脾气还这么倔 跟谁学的 还让我相信你呢 果然 不相信我了 没有不相信你 我 毕竟失忆了 总得给我点时间 适应一下我的超能力啊 是啊 你失忆了 我们就没有心灵相通了 心灵相通 这也太矫情 那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吧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叫丁坤 是你取的名字 我 我 我这么有文化吗 才不是呢 那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刚才说的 那些女人 是哪些女人啊 坏主人 你就记得这个 小蜘蛛 小蜘蛛 终于等到你了 可以取灵力蛛丝了 这个地象阵还挺神奇的 这可是由本七灵亲自知道 以主人你的禁忌道运 转课而成 能不厉害吗 咦 这只蜘蛛受过伤 小心 毒气过地象阵 星舰妖兽都这么高级的吗 管他什么急 打了再说 要接人 主人不是这样 小心 刘兽 原来这才是耀机刃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才是诸人甘有的样子 凤凰 这招居然能让天地变色 去 主人 快 我们把鬼猪抓回来 别急 跑不了 小爷是主宰他命运的神 明明都能主宰星球了 打用一个蜘蛛还这么开心 你们也是来取蛛丝的 主人 刚才蜘蛛身上的砍伤就是他做的 既然知道他是我的猎物 就请两个让路吧 给蜘蛛刮层杀就是你的猎物了 胸抬脸皮未免太厚了点吧 主人 等等我 鬼爪灭天 几个鬼爪就想困住我 要几人 那再试试这个 球牛法相 好强悍的攻击力 你这牛还挺厉害的嘛 你的法宝在九淵界法则下 不过是废铁 阁下还是知难而退 雨滴灵相 球牛 你实力不错 交个朋友 你叫什么 等小爷拿到蛛丝再和你交朋友 你 不愿意 是传送身附近的行李啊 先强化他 快点 你连跑得也太 主人 想活 主人 我们要取蛛丝 还不能烧光他 差点忘了 喂 你这算是趁猪之威 捡漏吧 这局算你赢了 但我也需要那玩意儿 不如 我们做个交易 确实是我记不如人 原来在城外 堵杀星界妖兽 能获得鸣角之力 如果通过古星试炼 能获得的更多 你原生非人 所以没有鸣金角 还会被九淵界法则所限 但你可以买下四明城的武器 来施展体内灵力 原来是这样 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 你这个朋友 我交了 我交叶宇 硬杰 取到蛛丝 就赶紧回四明城吧 这附近的斜碎角度 不安全 我们有缘再见 终于取到灵力猪丝了 没想到这个九淵界 规矩这么多 还有古星秘境试炼 我得什么时候 才能回家呀 主人 你看你刚才 打蜘蛛的时候 多厉害呀 不就九次试炼吗 肯定难不倒你的 嗯 没错 毕竟我可是天选之子 得给你去买个武器 和本天才一起努力 我的头发又乱了 坏主人 这 越能变了 白昼要开始了 恭喜白里寒 通过第三颗古星试炼 恭喜灵军 通过第一颗古星试炼 好美啊 是啊 天宇 刚才是幻境 通过古星试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咱们才能看到阳光 你也去试试 要是能通过九道 你就直接脱离轮回 突破未灭了 哪那么简单呀 定宽 迟早我们会突破所有古星考验 让这天空为我们亮起 这蛛丝 凝聚了上万年的灵力 而且如此纯粹 不错不错 我马上就可以练这出战邪境了 老板 你也知道这蛛丝难得呀 那除了战邪境 你是不是还得贡献点什么宝贝 行吧 这个送你们了 这是青雁边 释放的青雁还可以冻结人的神魂 太好了 我能使用灵力了 战邪境练制比较复杂 麻烦两位稍等几个时辰 我这就开始 这下不怕被人欺负了 这鞭子在思明城静置下 居然还能释放这么强的灵力 雪岩 那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你们不等了 小五姐姐 我要一壶酒 五枚铭金币 我只有三枚 小五姐姐 我真的很需要这壶酒 我以后会还的 谢谢 小妹妹 这酒我送你 你一个字也不用花 只要做我的奴婢就行 不需要 还想跑 凭什么给她便宜 你这是坏了思明城的估计 妹妹 你长得这么漂亮 又没有鸣角 迟早会饿死在思明城的 多可惜啊 放开我 小 救我 小妹妹 别再挣扎了 乖乖 没事吧 没事吧 不长眼的东西 请赶欺负本姑奶奶的朋友 红 红角修士 误会啊 我们是想帮这个小姑娘 那我也帮帮你 就算你是红角修士 也别忘了 思明城 不能用战绩私盗 你说的有道理 那就让定昆陪你们玩吧 小板 手里两个招开冰雕 拿走吧 一会儿我会帮你付 多谢 奇怪 他好像不认识我们 难道他不是雪岩 那孩子叫小九 住在平民窟里 本来有一对夫妻照顾他的 保护美少女这种事 就交给我吧 红角修士 快多多 不会又是来找茬的吧 快走快走 文老 你快喝吧 这酒可以维持一些明角之力 嗯 孩子 难为你了 是你们 刚刚在食物铺遇到点麻烦 是他们帮我解了围 原来是恩人 多谢二位了 老人家 老人家 你的明角之力快耗尽了 恐怕 我知道自己大险将至 哎 这就是救援界的规矩 什么破规矩 这么多年的修为 最后被约束在一只破明角里 小姑娘 你没有明角 这么说话太危险了 我有鞭子 谁敢欺负我 我就打回去 而且 他还有我 哼 想不到 四明城 还有你们这样 有情有义的人 恩人 小九这孩子 来四明城时 没有记忆 没有明角 受尽欺凌 我和夫人才收养了他 失忆 和主人一样 但这次在古兴试炼中 夫人被困阎王秘境 我耗尽鸣角之力 所以希望二位 如何能帮忙照顾小姐 白昼结束了 我答应你 一定会照顾好他 主人 我确定了 小九就是血炎 一定是鬼母 把你抓到了这里后 封印了你的记忆和灵力 那我怎样才能 解开封印获得力量 我要去古兴试炼 救出文夫人 文老已经不在了 我不想再失去文夫人 要是以前的你说不定没问题 可你现在自保多困难呀 这么漂亮的眼睛 可不能用来流泪 别担心 我们替你去救文夫人 主人 现在去太危险了 我们等战邪经炼制好了 再去吧 如果他真的是血炎 我舍不得他这么难过 原来这里就是 阎王秘境传送阵 好充沛的灵力 宁洁 好巧啊 又见面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守护这里的判官 你们现在 就要挑战阎王秘境 我们是要去秘境里救人 这里是兄弟你的地盘 要不 你直接让我们进去 把人带出来 司明城规定 必须接受挑战 方可进入秘境 从无理外 规定是死的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这里是九渊界 人命没那么重要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既然如此 那就不废话了 我接受挑战 废话少说 既然你不愿通融 那就让开 文夫人 我们一定要带走 没错 今天这阎王秘境 我们闯定了 那就祝你们好运 夫君 小九 又别了 想不到这阎王秘境无大 找个人还有点废帅啊 你们 我们是小九的朋友 来带你回家的 回家 我不过阎王答应了吗 传说中的阎王 原来就是个大石头人啊 哎 傻的哥 咱们聊聊 尔等融蚁 不配与本王对话 这石头怪 居然也是禁忌 主人 你现在的状态 禁忌又如何 我答应过小九 文夫人 必须带走 草 这些石头 就是你们今日的下场 有机认 我的灵力恢复了 现在我可不怕你了 万赫千言 起 主人 一面破墙可挡不住我 失忆了还能应对自如 不愧是我的主人 还挺康大 那就给你尝尝 灭盘之火 就这点威力吧 击打火系 雷电这类的攻击 都对不惑阎王无用 只会白白消耗呀 什么 莫言方天真 这里的一切 皆可演化为本王的力量 你们 永远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你好像忘了 你的对手 可不止我一个 尽数万力千宽 万力千宽 龙蚁 无自量力 我这大阵 即是你这高恢复灵力的气灵 轻易能破的 猎星拳 原来我的法宝还能变形啊 这可是本气灵亲自为主人你炼制的 全宇宙独一份 主人 你的脚 在古星秘境中施展战绩 会快速消耗鸣角之力 而且 这秘境就是阎王的力量之源 我确实小看你们了 但你们以为 这就是我全部的实力吗 尽数 天地为牢 这下好强的位呀 本王掌握着秘境的因果之力 可见此力炎化万物 你们就乖乖变成石头 任人见它吧 英国轮回 记得英国 尽数 就算真力 我的灵力 使不出来了 耳朵就在英国轮回中 尽情地感受死亡吧 你真的以为 掌握了英国 就无敌了吗 石头人 主人 你终于想起来了 你最无敌的一招 啊 无虎为之剑 斩灭一切因果 我感受不到 这个世界的因果力量了 不 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世界的主宰 皮肤罢了 主人 你的鸣角恢复成紫色了 恭喜二位 顺利通过阎王秘境一关 这袋鸣金币 是你的通关奖励 和鸣角之力一样 能在丝鸣城换取资源 哇 我也有钱了 你们现在 可以用来开启传送阵离开了 那 那文夫人呢 我有说她能离开吗 她早已通过这里了 所以不能再得到鸣角之力 无法开启传送阵 你耍我们呀 那我的力量 分给她总可以吧 九人剑法则 鸣角之力 是不能传递的 放弃吧 年轻人 算了 看到小九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我放心了 且帮我把这块石头 转交给小九 九渊界的规则就是这样 要挑战 就必须接受失败的后果 她没有失败 她靠扮演化的鸣角 对抗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敌人 存活了下来 她没有失败 恭喜叶宇 定鲲 通过第一颗古星试炼 恭喜百里寒 通过第四颗古星试炼 是百里寒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 到达第四颗古星呢 哇 太厉害了 看 这次还有新的修士通过试炼 这么多人都通过了 看来我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这些希望 不知道是用多少人命换来的 定鲲 修行剑都是这么残酷吗 生离死别 弱肉强食 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但是主人每次都能创造希望 创造奇迹啊 哇 哟 这战斜竞竞练这行 你们俩就回来了 你们刚通过试炼 不少人惦记你的鸣角之力呢 以后可得藏好身份了 这老板还挺善良 大家注意 刚才的燕宇和定鲲 就是用了我研制的法宝才通关的 想要法宝的 随我来 我要 我也要 我也要 给我留一件 抱歉 我们只带回来了这个 小九 不要难过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 闻夫人 雪崖 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这宅子住着就是舒服 难怪耗了我这么多鸣角之力 我的鸣精币也用完了 主人 早上好 我是您的私人傀儡护卫 欢迎回家 都说了多少遍了 你不许叫她主人 她是我的主人 是 主人 叶哥哥 定鲲 你们回来了 还是没有施展出灵力吗 主人 主人失忆了 也能依靠本能施展功法战绩啊 为什么 别急 慢慢来 小心 对对对 就是这个气氛 这才是你们俩该有的样子嘛 谢谢爷 叶哥哥 主人 好冷啊 雪岩 你这不是很厉害吗 我真的是 雪岩 不过 我还是习惯你们喊我小九 小九 是时候 该给你买个武器防身了 可你的鸣角之力已经消耗太多了 你们还要参加第二课古兴试炼吧 客栈现在只需要刷碗和招待客人 五十民金币一天 才五十 这连住一天客栈的钱都不够 你们以为到斯明城是来休闲旅游的吗 哎 嫌少的话 就去给判官们打工啊 给判官打工 我还不如在这刷碗呢 这位兄台想赚取鸣金币 我们有办法 请借一步说话 白公子 人到了 实力确实不错 初次见面 我叫白东 初次见面就出手伤人 莫名其妙 这活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试探下实力 总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不过先说好 我是按时计废的 你还真是个有趣的人 放心 我们不差钱 一千鸣金币 护送我去一趟鸣河 没有鸣角的 就别去送死了 你 我留下来 我还不会控制灵力 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眼光的家伙 那我留下来照顾小九吧 等我回来 带你们吃大饭 明河是阳星的边缘地带 一旦越界 便会被视为九渊界逃犯 遭到判官清楚 你们取炼器资源的时候 都注意点 等等 附近有危险 危险 是你怕了吧 是雷甲虫 护身甲服 这 这也太多了吧 有几人 去 该死 这些虫色的甲克也太坚硬了 万里寒冬 万里寒冬 剑 iht 热 是蟲王 这雷帝好强的威亚 雷帝零下 我不想死 我来掩护 铁铭 老大 雷帝居然对他毫发无伤 想跑 收下这回忆再说 是金甲头骨 绝架的练习材料 等等 这个金甲头骨是大火一起发现的 你不能 莫 你还真是知恩图报啊 刚才被刺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有团队意识 莫的这次明经必免去 小夕 带他回去疗伤 接下来 有叶熊护送就行了 韩哥 这太危险了 他 嗯 是 叶熊 刚才莫的事 真是对不住 你这老大倒不错 就是 挑选团队成员的眼光差了点 你不也是我亲自挑选的吗 哎 别误会啊 我只是跟你合作 不是你的队友 这就是明和 怎么一股腐臭味 死气沉沉的 因为这里死了很多人 聚集了众多修士的死灵啊 果然是叙图木 欲死则生 这东西邪技太重 恐怕 没那么容易收服 我自有办法 死人 不 还我明晓 我不能死 不要离开这里 不要离开这里 血涂木 是我的 他在反噬你的瓶酒之力 这木头上 竟有生死之力 满回道印 东西到手了 明经必复一下吧 刚才多谢 你的确是个 值得信赖的搭档 要不要考虑加入我们 你这团队鱼龙混杂 我可不想入坑 你这老大 任重道远呢 回去好好放松一下 唉 这吃人的地方 哪里能放松 我要准备第五颗古星的挑战 一刻不离开这九云节 我必一刻也无法停下 那就 期待下个白昼 能再听见你的名字了 有缘再见了 叶鱼 恭喜叶鱼 就是最近没他消息了 我听说啊 他已经陨落在第五颗古星上了 可惜了 别叹气了 我还有个惊喜要给你们 走吧 小四 东西做好了吗 丁坤大人 您真是太厉害了 不按您说的 用金甲虫王头骨 练出防御骨服了 有点无形 没浪费我知道你 在丝鸣城的禁制下 居然还能散发这么强的灵力道运 这防御力完全能抵挡禁忌的攻击吧 丁坤好厉害 当然了 本器零出手 必输精品 几位 其实今天还有件大事 有位大人想见你们 是你们 判官 你们想干嘛 三位不用紧张 我是判官陆花 叶宇兄弟 我来是想找你帮个忙 请你带他通过第三颗骨形试炼 判官帮一个普通修士通关 这不合司鸣城的规矩吧 小夕是我选中的判官候补人 需要通过四颗骨形试炼 我看你虽然连连过关 最适合托付 这是你们判官之间的事 我为什么要帮 只要你答应 我会让小九姑娘加入强者队伍 保他安然无恙通过第一颗骨形试炼 应杰大人做担保 小九姑娘 你走大运了呀 叶哥哥 定坤 不用顾及我 不靠别人 我也能凭自己的力量 闯过第一颗骨形 我当然相信你 以后我们 还要一起闯过九颗骨形 离开九元界 这太贵重了 这本来就是送给你的 带着他去骨形试炼吧 应杰 如果小九没有安全回来 我一定杀穿九元界 那你先活着通过试炼 看我履行诺言 既然已经决定了 各位请吧 诸星秘境 欢迎你们 到了 百里寒刚死 你就投靠了判官 真善变 我自有原因 陆花透露了诸星秘境的主人 叫做将神 他是轮回 主人 你是轮回体质 难道是冲你来的 反应很快嘛 不过 还是要被我一口口吃掉 我的体质变差了 我变小了 灵力也消失了 主人 你变老了 一个小丫头 居然无受轮杀阵的影响 你才小丫头 让姑奶奶给你点教训 轮回牌 你的确很强 但你护不住他 我的本命法宝 以为小爷变老了就不能打了 你们值得我认真对待 轮回杀阵 他逆转了阵法 我的灵力在修尸 我变老了 怎么可能 他又变强了 可恶 你们先进我的顶内 原来你是气灵啊 难怪你不受影响 别以为这样就能逃掉 只要你和你的朋友 还在珠星秘境 还是会被我吃掉啊 贱鬼 怎么第三颗古星失恋 就这么难啊 果然 谁都逃不过轮回 我们这次死定了 轮回 你干什么 出去我们也会死的 所谓轮回 必死则是必生 何况 就算死 我也不会放弃定坏 主人不要 不 你们竟然参透了轮回的奥秘 不 主人 主人 我是在做梦吗 你复活了 轮回了一趟 我寄你回家 嗯 主人 你 谁让你这么冒险的 我也真出事了 怎么办 坏主人 轻点轻点 我这不是没事吗 叶兄 叶兄 果然应用不凡 实力超群 你故意不提失恋的难度 不怕害死我们吗 小姑娘别忘了 我可是守护这颗古星的判官 你们死了 我还能顺理成章 练坏你们的鸣角 收获更大了 可惜啊 你个小人 你确定要跟着这种人当判官 这是我的选择 你 行了 尊重 祝福 我们的交易结束了吧 还是要恭喜几位 顺利通过第三颗古星试炼 这是属于你们的八百明星币奖励 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没有以后了 那可不一定 叶哥哥 尹坤 我通过失恋了 怎么受伤了 痛不痛 看 这里面有一千名金币 是我的通关奖励 该怎么花啊 奖励比我们的还多 小九你真厉害 换把武器你还能更厉害 不过 我们先去大吃一顿 好 有劳应杰大人一路互送 要不要一起啊 不用 一约所来 约定一程 告辞 这么看 他这个死鱼眼 比消灭虎鹿花强 叶坤你很会形容啊 不如 今天就回去买点鱼是 鱼眼睛留给你 我和小九吃鱼肉 我同意 真好啊 小九 你也学坏了 海陆空食材都齐全了 这菜肯定好吃 叶哥哥好像很熟练的样子 主人在练切练呆上的天赋 冠绝无尽 做菜更不用说 清风难捏九月间第一 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你尝尝 他可是从爆炸里唯一幸存的红烧肉 吃了说不定还有特别的运气 行 太酸了 我们还是去客栈吃吧 丁坤 我们前几天去买零食 明镜币已经用完了 你们买零食居然不分给我 我也要吃 那主人你偷偷去买的酒呢 刚刚那条鱼炸哪去了 我去找找 别想料 小九快拦住他 你藏的私房钱呢 拿出来 小心 看不见了 小九快救我 小九 我们才是一伙的 快送他身 他怕痒 叶哥哥 对不住了 来位郭奶奶 我现在就去打工赚钱行了吗 好 我们也就在一起去 吴老板 你这店里缺食材吗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你想要 我们就能列到 物美价廉 保质保料 吴姐姐 叶哥哥他们很可靠的 那 我要一株木云草 这是地点 在明河附近 就是主人 你上次和百里 还一起去的鬼地方 之前不少人死在那里 很危险哦 你们害怕 就把地图还我吧 机长为事 这个委托 我接了 我还是第一次来明河 好多明金角 这里真的死过很多人 我之前来过这里 现在还有地图指路 小心些就行 谁敢搞事 我就让他尝尝我的鞭子 火蝇草就在前面了 还没找到火蝇草呢 这占仙将在警告什么 这种光芒 不好 附近是星界鬼珠母的巢穴 走 小心 这些蛛丝有腐蚀做的 好可惜 又超有凉活 这是刚出生的小崽子 真正的大家伙 躲起来了 得想办法把它引出来 杨火 去 顺便就烧关了 还没结束 抓到你了 小心 这些蛛群修事都被偷过了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救命 救命 休想跑 与低灵象 叶哥哥好帅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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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主人 是我没用 没保护好你 你快醒醒啊 叶哥哥 你还好吗 他刚才说的话 触犯了九渊戒法则 对戒主不敬 才会被施以裂剿 散去灵力 作为惩罚 可 可能只是神魂受损 我来看看吧 叶哥哥已经因为你受到惩罚了 请你离开 我只是想看他伤得如何 你如此态度 不怕遭到对判官不敬的惩罚吗 那就试试看 我才不管什么狗屁法则 你准够规模 主人若是陨落在此 我便引爆自身混沌 让整个九渊戒 给我主人陪葬 你 哼 发生什么事了 应杰大人 明京角锁地 在城外 会一直消耗明角之力 我现在送你们回城 尤星密静 需要你看手 尽快讽会 是 叶玉 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看到他们 会有难过的感觉 你的情绪又失控了 倪人尚有三哥火气了 我好心救下他们 却遭到他们的讽刺和威胁 四明城的修士 真是越来越大胆了 我们受命于戒主 监管他们这些有罪之人 当然不会得到什么好脸色 业余怎么样了 用疗伤圣水禁语半个月 才能恢复 这已经算借主手下留情 放他一忙了 但如果你再有超出 判官职责的举动 借主可不会对你留情 应解大人 借主说 我们放弃了前尘往事 才成为判官 免受轮回之苦 可如果是自愿 我为什么还有执念 我 到底是谁 判官不可置疑介绍 但如果你不怕死 不如找个胆大的人 和你一起寻找真相 这里还有谁 比我更大胆的 叶哥哥 还在痛吗 小九 对不起 一会儿就好了 恭喜孔灵 莫通过第三颗古星试炼 明经脚恢复了 鬼母 你和你的判官 是被我戳破了 幼稚可笑的真面目 恼羞成怒了吗 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小九 叶哥哥 你醒了 我怎么睡着了 对不起 道什么歉 你这几天照顾我很辛苦吧 我休息够了 现在轮到我报恩帮你守夜了 我才不需要呢 白州开始了 叶哥哥 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吧 嗯 主人 定宽 还好 还好 主人 你没事 我以为 我又要变成孤单一个人了 别哭 你怎么会是孤单一个人呢 顶多变成一个顶啊 你 坏主人 我那么担心你 你还在开我玩笑 好了好了好了 就算是顶 我肯定也把你带在身边 哼 你最好是 叶公子果然非比寻常 竟然十天就恢复了 叛官 谁让你进来的 主人 我的铭金币用完了 这些疗伤药 是他送的 叶公子 你总对我这么大敌意干嘛 这回 可是你欠我个人情 原来如此 我可不喜欢欠人情 所以 灯奴 送客 是 是 那这个药 我们还回去吗 我的气灵瓶 本是拿回来的药 凭什么还回去啊 留着吧 叶奕 你还不知道吗 灯奴的防护 只针对你们修饰 我们可是九渊界的判官 这种阵法还 你在挑衅我呢 这小子还在司令城静止下 眼睛又擦热了 居然为我爸这么巧的力量 主人身上的邪气 怎么这么重 叶哥哥 我家不欢迎判官 拿着你的药 滚出去 叶公子 别急啊 行 咱们不谈人情了 谈交易可以吗 说 最近城内 裂角的违规事件 越来越多了 听说你在城外 也撞上了一群裂角魔修士 我希望 你能找出裂角魔头领 我可以透露给你们 下一个古兴秘境的信息 调查过程中 有个好歹 算我自己倒霉 陆判官 你还真是会做这种 两头吃的买卖 多谢叶公子夸奖 富贵向来显中求 不如合作一把 你的诚意 还不够我主动调查 但我毕竟是 斯明城良好市民 有裂角魔的消息 会告诉你的 送客